我們歡迎我們的第八人出現 等一下 這邊 這邊 好緊張哦 大家準備好我們今天的訓練嗎 一條來了 鐵柵的機會 天上感掉下來了 跟著我一起飛 跟著我 漂亮 你好嗎 教練 非常好 這對他的獎金應該像在吃飯一樣 太滑甲了 不要過去啊 控制 不要放棄 就剛好可以練習你們的控制能力 這是通往石岩島的必經之路 你們感覺剛剛下來一些嗎 可以 可以不掉 撐得住嗎 對 郭哥在往左手邊修正 趙先生 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手的時候會掉到這裡來 提醒KID一下 他一直躺沙發 宇威 注意一下 你會邊用手在拉哦 你的身體啊 你會不自覺一直要往這樣倒 你現在很冷嗎 你要不要穿防潰背心 忠祐 你不用再一乾一層 你就是想要怎麼滑 先不要讓自己滑 爆掉 整理是... 對 我以前是一人的家庭 一人的家庭 日本和台灣一緒に力合わせて 頑張著 我也是一個戦友 所以 她們的素晴的技術和知識 我也是一個戦友 我也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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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是的確讓我們有一個 更加信心 更有信心跟力量 我可以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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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你寢假那天 她說不行 這一定要跳 一定要跳出來 一定要跳出來 我哥不要這樣 一定要跳出來 我已經過愧疚了 好 我知道 我才知道 你就曬黑一點就變成這樣 來玩笑 你看我曬成這樣 這種 這種實話是可以講的 沒有 是 是OK的 是OK的 去年底的時候對我來講 是一個 滿大的一個轉折 因為我參加了亞運會 可是在那場比賽 我卻沒有得到理想的成績 那其實對我自己 都有一點打擊 那又要在很短時間內 去振作去面對第二場 巴黎奧運的資格賽這件事情 那我也沒有在最關鍵的那一刻 只是把握好機會 然後錯失了去巴黎奧運的機會 應該說在整個那個 段過程當中 我其實是 滿難過的 因為運動生涯到那個時間 我最想要打的目標 其實都沒有達到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好我給自己幾個月的時間 休息休息 那其實也沒有多久的時間 就遇到了 那 我很謝謝你們找到我 然後 我看到企劃其實就想說 哇 真假的 這事情是 我說 很困難啊 但也有可能可以成功 對 我平常就是一個人跟著他們滑嘛 那 接下來是有機會跟他們在同一台船上 一起滑 那感受是不一樣的 因為是 一起努力滑一台船 所以其實當時你們一直在 一直在提說 第八人 第八人這件事 然後包含一些行程 我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 我一直跟你們說 不管第八人是誰 你們都要面對啊 當然 對啊 不管第八人是誰都要面對 那不如先顧好自己 先把自己的能力提升 你對誰 搭誰 基本上 都不是一個問題的時候 那你就不會去想 第八人是誰了 對 那我那天問從石教練 到時候我們出航的時候 百八教練會在哪邊 會像你們一樣在旁邊跟船嗎 他說沒有 他說你都會在母船上 可是他騙我 都串好了 都串好了 其實包含你昨天我說 那你會在哪裡 你會跟著小陳跟我一起滑嗎 我不是跟你說 滑手才會滑 所以當我是滑手 我就會跟你滑了 當我是教練的時候 我就會跟你在母船上 哇 對啊 那所以我們現在所有訓練 你都要跟著我們一起吃苦對不對 我從頭到尾都一直跟著那邊滑 對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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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信好滿喔 真的 我從頭到尾都一直跟你們滑 真的 我也一直都在練習 所以你也沒滑過對不對 我沒有滑過 全台灣沒有幾個人 幹過這種事 對啊 當然我自己也在挑戰 我自己也在學習 怎麼當一個 帶領大家的教練 對啊 希望給每一個人有這個機會 然後給自己一個這個機會 然後去做一件大事 所以接下來 我們一起努力 來 對 這一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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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鄧大師 這是鄧大師 來了 好 可以了 這個口頭聽起來就帥多了 對 傻瓜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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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